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 以21比15轻松锁定胜局 直落两局 2比0战胜日本严永龄 中西贵营 至此 国瑜女双轻松斩获亚锦赛女双冠军 随着凡尘组合的夺冠 中国队在本次亚锦赛以三枚金牌完美收官 斩获女单 女双 混双三项冠军 成为所有参赛队伍中的最大赢家 此次国瑜女队方面优势明显 对于接下来的游博碑来说非常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 在如今的中国羽毛球队女单赛场 奥运冠军陈宇飞和冰娇和王芷怡 是公认三名个人能力最强的球员 尽管个人荣誉方面和冰娇和王芷怡处于下风 但是 他们二人在本年度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和冰娇在亚锦赛之前参加的两项赛事 全部夺得了冠军 本届亚锦赛也和新度激战三局 才惜败给了对手 三人当中年龄最小的王芷怡 则帮助国羽捍卫了女单的荣誉 在半决赛面对韩国一姐安喜赢的比赛当中 王芷怡就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连班两局逆转晋级 决赛面对日本一姐山口欠 王芷怡又一次上演了先输后赢的好戏 不过在决胜局一度领先两位数的情况下 被对手在收官阶段顽强追平 还是暴露出了王芷怡的稳定性的差距 如果能够改善这一点 未来还是非常有希望和和冰娇 陈宇飞竞争国羽女单一姐的宝座 另一方面 男单和男双 依旧是中国羽毛球队最大的软肋 但是在韩国公开赛 夺得男单冠军的翁红阳 在本届亚锦赛的表现同样出色 一路从资格赛杀入到了四强 相信在通过更多比赛的历练之后 他未来能够肩负起男单冲击冠军的重任 而男双还需要在训练当中 付出更大的努力 只有这样 才能够具备冲击冠军的实力 期待 国羽健将能够再接再历 在未来的比赛中再闯加紧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